开启你的疗愈之旅 做你自己的心灵疗愈师 从根本上说 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好的心理医生 因为最终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 做自己的心灵疗愈师的好处是 你不需要把内心的秘密 或是创伤性的经历告诉任何人 无需担心被贴上有病或是病人的标签 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 避免被忽悠 因为你所有的感悟和收获 都由自己轻身体症而来 什么情况适合心理疗愈 工作生活压力大 负面情绪多 需要情绪解压 有创伤性的经历需要处理 学习了很多心理课程 或是参加了很多心理活动和体验 但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学的东西一直停留在知识的层面 没有转化成自己内心的真实体验 或是学的东西并没有使生活品质 发生切切实实的改变 有过很多心理自助或求助的经历 但仍然觉得根源问题没有解决 内心深处总有个地方隐隐作痛 内心最深层的诉求一直没有得到满足 驱使着自己不停地向外寻找 修行多年苦于没有实质性进步 感觉被卡在某个地方 希望能突破瓶颈 身体经常处于病痛状态 需要调节冰阴性心理 以上这些情况都适合心理疗愈 苦不是人生 不知从何时起 苦才是人生成了一句口头禅 被广为传播 影响甚广 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因为如果有老天 并且他对人只有一个要求的话 那一定是好好的活着 有道是天之道利而不害 所有的痛苦都是人为道 所有的痛苦都源于无知或无意识 所谓无意识 就是人只是感到很痛苦 但不知是怎么回事 痛苦说到底就是一堆情绪的复合体 痛苦只是各种情绪的统称 让人产生痛苦感觉的情绪 有羞愧 内疚 自责 负罪感 犯错感 恐惧 悲伤 愤怒 焦虑等等 一个人感到痛苦 是因为负面情绪太大了 把人好的心情全给遮蔽住了 以至于感受不到当下 触手可及的幸福 对当下随处可见的美好 也视而不见 生命的本意是享受健康 人生本来是个享受健康的过程 你需要做的只是清除负面的情绪 让本来的朗朗星空得以显现 不要带着自卑和痛苦去追求成功 不要带着自卑和痛苦去追求成功 否则容易自虐 人做事是出于不同的心态 然而不同的心态带来的结果 迥然相依 带着自卑和痛苦 人往往处在一个自我仇恨 自己和自己较劲的状态 既是成功 痛苦仍在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功成名就之后 反而抑郁了 甚至自杀了 让人匪夷所思 其实根源是 他们内心的痛苦还在 因为最初追求成功的动机是痛苦 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 又继续积累痛苦 结果是更痛苦 痛苦就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当人在达到自己最初预期的 滋滋以求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成功目标后 却发现痛苦还在 会非常失望 甚至绝望 需要有明确意识的一点是 带着自卑和痛苦去追求外在的成功 并不一定会使内心的自卑和痛苦消失 因为从始至终 自卑和痛苦就不在外面 带着自卑和痛苦去追求外在的成功 容易让人陷入一个误区和死胡同 一直用外在的方式来解决内在的问题 而最直接的方法是返回内心 去直面和清除自己本来的自卑和痛苦 让自己在一个阳光的状态下 迈向成功 真正的成功可以没有痛 自救者天救 人只有自救的意愿特别强时 才能吸引来相应的帮助 所谓自助者天助 人自救的姿态和意愿 就像是一种邀请性的姿势 有机会启动人体更高的力量 精神的介入 人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 在心理治疗中 即使是一些非常顽固的成硬性行为 也只有借助人的精神力量 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精神是唯一可以平衡本能的力量 精神的力量有着专一专注 和势不可挡的特征 而人通常很容易处在一种 意识散漫的状态 容易迷现于各种 更加分散注意力的事情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无力 更加厌弃自己 这种状态时间长了 人很难再有勇气和力量 找回自己 去直面真实的自己 真正的心灵疗愈会带来什么 对于很多渴望在心理 心灵层面获得提升的人们 尤其是已经学习了很多心理课程 希望能有极大提高 却被困在某个地方的朋友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人不经历深度有效的疗愈 很难有大的突破 这一点很难绕开 除了解除内心痛苦 改善生活品质 真正的心灵疗愈带给人的最大收获是 能把人带上一条 自我检验真理的内心成长之路 其所有的体悟 都是你自己轻生体验和体证出来的 而不是别人告诉你 或仅是听说过 仅在书本上看到过 完成从大脑的积累知识 向内心的真实体验这一转变 人才算是真的入了门上了道 真正的心灵疗愈 可以帮人打开悟性 使脑子开窍 与内心的智慧和内心指引建立连接 人可以更多的依赖灵感 和更敏锐的直觉 凡事可以和自己的心合计 从自己的内心找到答案 每个人的内在 本来具有天生的自我调整 和自我超越的能力 只是被痛苦遮蔽住了 而真正的心灵疗愈 就是要清除痛苦 把人带回好的状态 在没有有效的心理疗愈之前 人处在一个脑子稀里糊涂 浑浊和不开窍的状态 没有分辨力 把大把的时间精力金钱 都花在了明目繁多 好看而不中用的知识体系上 经历很多刚开始令人很嗨 和获得很大快感 但事后让人更抑郁 和更有挫败感的打击血课程 你再也不需要疲于奔命于各种课程 各种活动和各种体验的路上 不停地听别人忽悠 看别人表演 人不再相信自己 是因为自我迷失已久 你再也不需要没完没了地 强迫正式地去看各种心理类书籍 因为答案并不在里面 你再也不需要 没完没了地去做各种治疗 因为你的痛苦已解除 问题解决了 还会有什么需求呢 你再也不需要 总被一种任务还未完成 任由内心一个深层的诉求 需使着四处寻找 不停地经历从希望到失望 再到绝望的恶性循环 你终于找到久违的感觉 找回真实的自己 生命从未如此之鲜活 你感觉活得好踏实 稳稳当当地踩在大地上 你终于可以好好地生活了 就像一个普通人 该做什么做什么 享受作为一个人的幸福 没有外在只有感觉 每个人都活在 自己主观的世界里 活在自己的主观 对外在客观的解读里 一个人对外在如何解读 取决于自己的感觉如何 思维 想法 看法 只是对感觉所做的 合理化说明 真正有效的心理方法 是深入到人的感觉里 去直接改变人的感觉 而不是只停留在思维的层面 分析了没完 这是衡量一个心理师的功力 和心理体系深度的所在 改变了感觉 人自然会改变对事情的看法 也就是思维 改变你的潜意识 潜意识在无形之中 影响着人的所思所行 比如 人明明知道在某些场合 或某些人面前 不适合说某些话 但还是不由自主 莫名其妙地说了 这往往就是潜意识 在暗中起了强大作用 潜意识就像是人生的底色 它往往和人生的方方面面 一一对应 比如 潜意识里认为自己赚不到钱 表现在外在 赚钱就会很困难 潜意识里认为自己 配不上优秀的异性 一旦遇到合适人选 就会立即找出各种 貌似合理的理由 予以屏蔽和封杀 不给自己机会 或者莫名其妙地 采取自我破坏行为 提前结束关系等等 想要知道自己的潜意识 是什么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去看看自己在生活里 经常遭遇什么样的问题 潜意识会让人形成 一些限制性的人生模式 或总是被卡在某些地方 形成难以突破的瓶颈 极大的影响和限制人的 自由度和行动力 人受挫的时间久了 自信心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甚至会麻木 把自己的不能够当成正常 跳出无意识和潜意识 首先要开始变得有意识 人有意识的程度和自由度 是成正比的 只有变得越来越有意识 才能照亮潜意识的盲区 不被潜意识暗中操控 开启新恋情之前 先要清理失恋的情绪 开启新恋情之前 最好先把过往的情感经历 遗留下来的情绪问题 清理完毕 过往的恋情 往往遗留的是一堆情绪 如典型的悲伤 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了 绝望 我和爱情彻底无缘 愤怒 男人女人没个好东西 自责 我对不起他 等等 这些情绪不解决 要么让自己卡在某个坎上 停滞不前 要么沉溺在过往的伤痛中 无法自拔 要么影响自己现在选择的眼光 眼界和判断力 要么容易把过往积压的情绪 转嫁到新的恋人身上 破坏新的情感关系的品质 人的想法是由自己的感觉 感受和情绪决定的 感觉感受变了 人的想法自然会变 比如人在失恋的痛苦情绪下 会以为某某人是自己生命中的唯一 失去了这个人就意味着彻底失去了爱情 自己今生和爱情彻底绝缘了 其实这只是在情绪的状态下 戴着有色眼镜看到的假象 处理到情绪之后 人就不会再这么看 所以在开启新恋情之前 最好先把过往的情感经历 好好梳理梳理 把影响自己的悲伤等情绪 清理干净 解除掉以往爱情关系的模式性问题 避免重蹈负责 出现同样结局 也就是强迫性重复 爱情是男女双方的相互疗愈 爱情是人的潜意识表现 最为活跃的一个区域 很多场合下 无法出现的心理活动 会在两性关系中 最为淋漓尽致地表达 在亲密关系中 人格面具被最大限度地卸除 人更容易展示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每个人都带着过往经历 所形成的潜意识在生活 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地 带着一些过往的创伤 在爱情关系中 正因为关系亲密 一方很容易激活另一方内在已有的伤痛 这时痛苦的一方容易把所有的矛头和指责都指向对方 认为自己的不开心都是对方造成的 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只是充当了一个刺激源的作用 只是激活了自己内在原有的伤痛 这个伤痛即使现在不被激活 以后也可能被类似的人激活 爱情其实是男女双方的相互疗愈 意识到这一点 爱情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 它让我有机会碰触到自己内在原有的伤痛 并有机会抚平迟早都要面对的伤口 避免以后更大的痛 从自我成长的角度看 不管一段感情维系多久 最终结果如何 都要感谢对方在自己生命中适时出现 为自己带来真正的成长和蜕变 如何从心理的层面防治疑难杂症 从心理上防治身体的疑难杂症 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 身心一体 心理对身体的影响远远超乎每个人的想象 第二 要知道是什么东西导致人容易生病 是犯错感和负罪感 这是导致人生病的心理根源和罪魁祸首 正因为有犯错感和负罪感 人才会相信自己应该得病 以此来惩罚自己 第三 有了犯错感和负罪感 人就会无意识地去寻找各种证据来让自己生病 证明自己生病是正当的 是合理的 是对的 比如在流行病试虐期间 心理相信自己会染上的往往最先重担 潜意识里的恐惧会驱使人不停地收集 各种有关保健和养生方面的信息 结果饮食的禁忌越来越多 生活的乐趣越来越少 身体越来越弱 把自己搞成了泡沫人 第四 一个爱自己的态度有利于人身体的康复 当人处在有爱的状态时 人的大脑会释放内非态 这是人体最好的免疫剂和抗癌药物 让人的身心融合 身体保持在最佳状态 而人通常是处在持续性的紧张状态 要么战斗 要么逃跑 身体释放出肾上腺素 及其耗能 当然也更容易生病 第五 从心理上防治绝症的终极解法是开悟 超越对身体及其所有精力的认同 人所有的痛苦都源于坚信 自己只是一个身体或者是肉体 所有的精力 注意力都围绕和关注在这个身体上 完全忘了自己是一个更高的存在 一个精神性的存在 觉知身体存在的意识 爱是疗愈的终极之源 人的痛苦源于自己的本质和爱失去了连接 活在假象之中 迷失了真实的身份 痛苦的本质是一种分离感 心灵疗愈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剔除假象 帮助人与自己爱的本质重新建立连接 恢复完整 如何做到自我宽恕 自我宽恕是心灵疗愈中绕不开的一环 没有自我宽恕 一个人的心灵上空总是雾霾沉沉 深陷在各种负面情绪中 被犯错感和负罪感吞噬着鲜活的生命 做到自我宽恕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到 人的本心或初心就像是电脑的硬盘 本来干干净净 在无意识和没有分辨力的情况下 输入了各种程序 而人的心就被这些程序所运转 依照既定的编程做出相应的反应 但人的本心或初心并不因这些经历 而发生任何的变化 也就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增不减 自我宽恕就是看到人心深处的无辜 与天真无邪 返回自己本性的原初状态 自我宽恕带给人的是解脱于自由 因为摆脱了沉重的负罪感与犯错感 人反而更容易成为一个心中有爱的人 对别人更宽容 不会加以伤害 关于抑郁的几个真相 找到根源 快速脱离抑郁并非不可能 不是说只要是抑郁 就非得经历数年数十年 甚至是几十年 一辈子的痛苦煎熬 对抑郁做过度的学历分析 非但无助于消除抑郁 反而会起反作用 延误宝贵的时机 分析问题不是目的 解决问题才是王道 对抑郁没完没了的分析 远不如一个清除 远不如一个情绪 清除技术来得及时有效 专业人员的指导 和更高能量的支持 有助于加速脱离抑郁